今天我跟老者聊到了温家宝 12月5日 温家宝与胡锦涛 李瑞环 贾庆林 张德江 郁振生 李南青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贺国强 刘云山 张高丽等退休的领导人 一起到301医院给江泽民送别 温家宝跟江泽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问老者 老者说他们的关系应该还是不错的 因为温家宝应该是在江泽民手上得到了提拔 1992年他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 还在97年转正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1998年温家宝当上了朱隆基总理的副手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主管金融 所以江泽民执政策的时候还是蛮看重温家宝的 江泽民跟温家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都是技术官僚 江泽民学的专业是电子机械 温家宝的专业是地质 江泽民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 而温家宝是1960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 1968年他研究生毕业 所以两人都是技术官僚 老者说我们谈温家宝 其实温家宝这个人物啊 他比较复杂一点 也就是说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中国政客 其实就是温家宝 我说何以见得 老者说温家宝是政治上的不倒翁啊 1989年89民运期间 温家宝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 当时温家宝就紧跟赵紫阳 还到天安门广场陪赵紫阳看望学生 六四大屠杀后 赵紫阳倒台 遭到了清算 但温家宝及时与赵紫阳划清了界限 向邓小平表达了拥护镇压学生的举定 所以温家宝在一片大清洗的党内斗争中 像当年毛泽东血腥统治下的邓小平一样 紧跟形势 及时检讨论出 他平安的逃脱了清洗 在江泽民时代 温家宝作为朱镕基的助手 主管金融工作 在胡锦涛时代 温家宝试图载上一层楼 成了总理 进入政治局常委 温家宝可是中共建党以来 唯一一位在四位总书记手下干事 但没有被整肃的高官 所以他是政坛上不折不扣的不懂 而这其中四位总书记中的两位 也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 都已经被中共批刀批凑 可见温家宝在共产党内部斗争中 他的生成能力是很强的 其次温家宝是不满习近平的倒行律师 何以见得呢 一是温家宝啊 事实上在处理薄熙来的事件上 他是有恩于习近平 这也是习近平之所以没有整肃温家宝的原因 但是他们两人在政治主张上可是截然不同 温家宝呢 为政亲民 他取下了农业税 敢于到事故现场灾难的一线与老百姓对话 在他的论内 中国经济发展成效选据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温家宝明确主张政治体制改革 在他的执政期间 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的空间还惩战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 温家宝就举行了他最后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 温家宝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 中共虽然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实行了改革开放 但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新除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 诚信缺失 贪污腐败的问题 他深知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而且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 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社会上新出现的问题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家宝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习近平已经被内定为胡锦涛的接班人 但他说这个话 并不是针对习近平 应该来说了 温家宝没有这种先见之名 他只是有感于薄熙来 在重庆唱红打黑 最后让王立军跑到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针对这一事件 有感而发 但是我也要说了 就是有很多朋友 对温家宝的看法 其实还是很负面的 认为他很伪善 清明和主张政治体制改革 都是他的政治秀 口惠而实不至 温家宝认为权贵资本发展壮大 在印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 中国投入了4万亿资金 被认为大部分的资金都流入了权贵资本集团 2012年10月26日和2019年10月14日 纽约时报就两次刊发文章 披露温家宝家族的巨恶财富 老者说 我对温家宝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 还是给予高度的评价 即使有演戏的成分 但在中国体制内发表如此言论 还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 一直有传闻说 习近平要通过拿他的儿子温云松 来说事 最终要整肃温家宝 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说明 温家宝主张政治体制改革 他并不是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 而是认为了政治民主可以避免 中共丧失执政的合法性 邓小平也主张政治体制改革 但他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 只是提高行政系统的办事效率 胡耀邦也主张政改 他也不是要瓦解共产党 而是希望中共长久执政 就说赵紫阳吧 也主张政治改革 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挽救中共 只是在他的晚年 他经过多年的思考 慢慢的悟出 只有限制民主 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习近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其实也是为了拥救中共 他认为只有强化中共一党专政才能避免中共的崩溃 西方限制民主必然会使中共丧失权力 所以我们呢 既要看到温家宝与习近平的区别 当然也要看到他们内在的一致性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他们都在一条船上 但是呢 我不赞成了 把温家宝比喻为影帝 或者说他极其的伪善 他能够说这些话 已经难能可贵了 老者说第三点呢 温家宝在卸论后啊 还在为政改发声 当然了 比较隐晦一点啊 2021年3月26到4月6日 温家宝就在澳门导报上 发表了四篇文章 回忆他的母亲 文章的内容呢 包括抗儿战争时期 他父亲在五六四年代 作为小知识分子 经历的苦难 他在英国演讲被扔蝎子 母亲很担心 但尽管如此 他能坚持中英友好 他在文章的末尾说啊 我同情穷人 同情弱者 反对欺负和压迫 我心中的中国 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那里永远有对人心 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 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 我为此呐喊过 奋斗过 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真理 也是妈妈给予的 更引人注目的是 温家宝在文章中 还特别提到自己啊 对做官的感慨 他说我退休了 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 其中担任总理10年 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 做官本来是偶然的事 所以有学者就说啊 温家宝选择在胡亚邦去世的 纪念日左右 发表这些文章 从自己苦难的家世 谈到了希望中国有公平正义 这个里面就暗含强烈的政治信号 这种意义上是中国主流社会的共同心声 对现在社会政治黑暗的部门 要求恢复最低限度的道德和最低限度的政治要求 要有公平正义 这是他想谈的价值观 跟中国过去八九年 社会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政治中共建党百年 在强化权威之时 为当时是为二十大来做准备 温家宝选择这个时机发表文章 其实他隐含着是表达对当今习近平执政的不满 阿州西里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就这样说 温家宝在位时 红二代就把他踩在脚下 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 一直在制造各种谣言攻击他 现在是不是内部又有人想动他 拉他祭旗 或者想动他的家人 他用这样一种方式作为回忆 维护他母亲和自己的名声 温家宝的文章曾经被中国新闻门户网站 在第一时间转发 但几天后 他的文章就被屏蔽了 温家宝的文章中 的确包含了一些非主流 甚至利主流的比调和反思 他对自己位积仁臣的感慨 与中共政治正确风马流步相及 甚至还有点爆料和阶段 中共高纯乱象的意味 同时 温家宝呼吁公平正义 以及对人心人道和人本质的尊重 在党领导一切万马其鹰的当今中国 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老者感叹道 我问 温家宝在胡锦涛被驾离死 为何他不动声色呢 老者说 温家宝是技术官僚 但也是正统的政客 别忘了 他说他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 政客就要求处遍不惊 所以他不会有任何举动 中共历来就是这样吧 表面上风平浪静 背后可是刀光剑影 我们在上面说了 温家宝是政坛的不倒翁 他自然会有一套办法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我想他应该是对胡锦涛被驾离这个事件 还是内心又非常的愤怒的 但他直直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们可以从温家宝在中共百年庆典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表情 就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愤怒 当时他的表情就非常的悲伤 非常的悲痛 满脸的悲欺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习近平执政失联 不仅将江湖时代积累的财富挥霍殆尽 而且政治经济严重倒退 中国内外交困 特别是清零防疫 使中国经济一落千丈 社会全面流氓化 导致今天白纸革命爆发 中共执政根基动摇 温家宝是中共党内高层的改革派人物 他希望通过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 让中国多一点法治 人权和民主 但他的愿望破灭了 他微弱的呼唤 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强烈的反响 相反习近平政权正在将中国北韩化 他作为一个出身草根的官员 他会知道一场垂骨拉小的革命正在到来 其实已经到来了 白纸革命就是中国颜色革命的先兆 或者说一个刚刚的开端 但是中国的变革也会使中华民主遭遇心风邪雨 但是作为官僚 温家宝已经无人为力了 他看到自己多年的奋斗成果化为灰烬 看到中共即将到来的崩溃 看到中国正在演变为北朝鲜 自然悲从中来欲哭无泪 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温家宝呢 我问老子 老子说赵紫阳先生啊 他在晚年有一个对话 这个对话呢 是通过录音的方式记录下来 他对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做了客观的评价 真的吗 那赵紫阳他怎么说呢 我问老子 老子说赵紫阳说 胡锦涛是中共意识形态下 驯服教育出来的一个官员 在中共意识形态支配下 他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 也不可能有什么使命感历史责任感 来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局面 同时啊 胡锦涛这个人自身也没有这个魄力 也没有这个力量来改变 但是赵紫阳说 胡锦涛本人还是一个好人 赵紫阳呢 对温家宝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是这样评价的 他说温家宝的改革意识 要好一些啊 是相比胡锦涛而言 温家宝是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 发展起来的 但温家宝的性格呀 谨小甚微 要在尊重中共一把手 这一传统下工作 他在改革上 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哎呀 听完老子的这番话 我不禁得赵紫阳先生的先见之明 和客观的评价 感到由衷的敬佩 可谓成哉思言